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整个人就显得十分的年轻 这一次的快问还一开始 黄渤就唱起来那首魔性的舞曲跳起来 这首歌真的是很洗脑 而这次黄渤穿的是白蓝胶剔成格子的外套 里面则是简单的白色T恤 渐变色的黑色牛仔裤 黑色的帆布鞋 整个人的穿着十分的随意休闲 张艺兴 黄渤 王宝强同台 张艺兴被吐槽活成大叔 皮肤渐变色更搞笑 张艺兴 黄渤 王宝强同台 张艺兴被吐槽活成大叔 皮肤渐变色更搞笑精致的小哥哥张艺兴27岁 全身是一套深蓝色的套装 里面隐约可见 也是一个白色的T恤 为什么说是隐约可见呢 因为张艺兴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十分乖巧的站姿 以至于就算是外套拉链拉开了 大家几乎都看不到 他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 也难怪大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王迅遂说 他们是四位大叔 但王宝强却说张艺兴是大叔 他们是小哥哥了 张艺兴当时都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 不过张艺兴的作风 真的是有些像老干部的风格了 哈哈哈哈 以前可爱的小绵羊 如今也是直小 张艺兴黄博王宝强同台 张艺兴被吐槽活成大叔 皮肤渐变色更搞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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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比黄博小十岁的王宝强三十四岁,这一次来到快奔也是十分的开心,他穿的也是浅牛仔蓝的外套,有着白色口袋的装饰,下面就是简单的黑色长裤,加一双白色的休闲戏,跟黄博童年的王迅,外套是一个马甲小西服,上面是灰色的条纹顺衫,再加上一条蓝色条纹背带裤,在这四个人当中,王迅穿的算是比较正式的了。 王宝强,黄博,张艺兴正好就是依次战争,而且三个人的外套颜色也是逐渐变身,但最搞笑的还是三人的肤色变化,从王宝强的黑黄到黄博的白中带黄,而张艺兴就是白皙,三人不仅衣服是渐变色,皮肤也是渐变,这个剧度也真是有些搞笑了。 张艺兴,黄博,王宝强同台,张艺兴被吐槽,活成大叔,皮肤渐变色更搞笑。